《機場世貿中生會所》 歡迎大家來到機場世貿中生會所 今年我們有蘿蔔糕和年糕 今年我介紹一款蘿蔔糕的新煮法給大家 趁緊入廚房 煮蘿蔔的材料 先把紅蔥頭攝成片 北京椰菜 用一些圓的椰菜 青綠的, 這些很甜 很爽口 中間先開一刀 開一刀, 把生批出來 切一分厚 把豬肉加進去 把豬肉加進去 讓它更鮮甜 把豬肉剁碎 少許三抽 半茶匙 加少許雞粉 半茶匙 加少許三粉 先把蘿蔔糕煎香 首先煎香 放少許油 蘿蔔糕很新鮮 蘿蔔多 粉少 煎至金黃色 所以蘿蔔糕大條少許 好吃 要不然會煎得很容易碎 大概煎兩三分鐘 煎至身夠熱 先把其他材料炒 先把豬肉拌好 把豬肉拌好 先把豬肉拌好 輕輕加少許油 就可以把豬肉拌好 再把豬肉拌好 放進去 再把豬肉拌好 然後把豬肉拌好 再把豬肉拌好 全部拌好 不然會放進去 鼬肉拌好 然後加少許有弄 大色的鮮味 現在已經可以了,就可以大功告成了 今天我介紹的蘿蔔糕三個小提示 第一個就是蘿蔔糕要切大一點 讓它沒有那麼容易散 第二個就是蘿蔔糕 煎的時候四面都煎到金黃色 就不要那麼猛火,猛火煎 第三個炒的時候 我們的蘿蔔糕就是放魚露 讓蘿蔔糕和椰水帶出鮮味 這樣就很好吃 有一頭糕 我真開心 到這邊 拜託